9岁的尼尔森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9岁的哈珀尼尔森就读,于布里斯班的肯默尔南州立学校,上周,他因为在学校播放国歌,时拒绝起立,而被校方关禁闭, 他的父母说他受到了停学的威胁,但学校官员否认了这一威胁,在接受澳大利亚ABC新闻采访时,哈珀阐述了他对国歌的不满,国歌前进的澳大利亚,实际指的是前进的澳大利亚白人,而歌词我们还年轻完全无视了在我们之前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五万年的澳大利亚土著人。 这一事件和言论,招致了包括前总理托尼阿波特在内的政界人士的批评,他们表示,在国歌奏响时起立是礼貌的象征,代表哈珀所在的昆士丹州,即又以民族主义议员波林汉森称尼二孙是熊孩子,Brett。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表达了他的愤怒,并指责了哈珀的父母,国歌关乎着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也代表着我们的一部分,但我们有一个孩子被洗脑了,我告诉你,我要一脚提醒他。 昆士兰议会议员,影子教育部长Jerad Blakey在9月12日发推,指责哈珀的父母把女儿作为政治筹码,并敦促他停止抗议。 国歌时拒绝起立是不尊重我们国家和我们国家的退伍军人的表现,如果他继续如婉筒一样,就应该被退学。 哈珀的父亲马克·尼尔森在接受9news采访时称赞女儿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年轻人,并表示支持他的立场。 其他人,如澳大利亚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Ford Gardner称赞哈珀有力量和性格,我为他思考国歌的歌词鼓掌。 很多人唱国歌只是有口无心,不会去考虑其含义。 他说,推特用户们使用标签经哈珀尼尔森发布支持消息,趁他为澳大利亚最精彩、最出色的熊孩子。 昆士兰州教育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包容并支持不同的观点,但否认哈珀因抗议而受到退学的威胁。 教育局表示,学校尊重学生对国歌的态度,并已经提供了其他选择,包括留在大厅外或不在国歌播放时唱歌。 目前有大约200万土著人生活在澳大利亚,他们比澳大利亚普通民众的寿命低了10年,还面临着高失业、自杀、飞胖和酗酒的风险。 今年6月,澳大利亚各州都在积极采取措施,争取与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低节澳大利亚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条约。 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对此表示欢迎,认为他们终于可以获得法律上的认可。 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没有与土著居民签订条约为英联邦国家。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